一家知名精品的旗舰店开幕 魁违三年不见的港星张曼玉昨天出席 他身穿一袭黑色短洋装 亮丽现身 让人眼睛为止一亮 魁违了三年的张曼玉身穿黑色亮片短洋装 还有短毛靴 为知名的精品店开幕剪彩 张曼玉说这件衣服有玄机 全部都在背后 原来张曼玉穿的是露背装 张曼玉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台湾 这么多人的面前当DJ 所以他很紧张 包括了名模林佳琪 还有高影响的 有101位的名人 也都出席了这家精品旗舰店的开幕 那么这家店的开幕之后 有一款专为台北所量身打造的手表 全球只有发行16支 据说要价200多万 居然在开幕的当天抢购一空